第316集 用他的爪子在箱子里忽乱地抓着 幸亏箱子很大 我又躲在了箱子的一边 僵尸一时抓不着我 那僵尸抓了几下没有抓到我 可能是愤怒 开始兽性大发 张着嘴开始咬箱子了 咔嚓咔嚓地咬着箱子 发出很大的声音 那声音非常的恐怖 就像是僵尸在砍人的头皮一样 让人的心里发慌 开始不分个儿地跳动 有一种要死了的感觉 那个白毛僵尸也没闲着 他在那里使劲地撞击箱子 都说夫妻同心 齐力断金 那一对僵尸也是拼了 他们合伙 想把我从箱子里给弄出来 然后喝我的血 黑毛僵尸 咬开的缝隙是越来越大 白毛僵尸在那边也不甘示弱 捅破了箱子 然后伸进了一双鬼爪子 在那里乱抓了 我赶紧地移动身子 使劲地朝边上靠了靠 就在我的身子移动的时间 那黑毛僵尸忽然发疯了 他缩回了黑爪子 用闪着绿光的眼睛 看了看躲在箱子下的我 然后吼叫着 用剩下的一只爪子 疯狂地抓我 我这才想起 僵尸是可以看见移动的东西的 那黑毛僵尸朝我使劲地抓着 那锋利的爪子 一张一壳 闪着射人心魄的寒光 我越是移动 那黑毛僵尸也就越疯狂 幸亏箱子拦住僵尸了 黑毛僵尸一时间还伤不了我 黑毛僵尸已抓狂 白毛僵尸也跟着疯狂了起来 他们用爪子胡乱地抓着 好几次周差点把我抓伤了 那木箱在两个僵尸的疯狂之下 窟窿是越来越大 很快就有了散架的威胁 如果箱子散了架 我的小命也就完了 我可不想死 只要有一线生机 我就得反抗 我随手抓着衣服 往僵尸的爪子上扔 看看僵尸喜不喜欢人的衣服呀 没想到这一招很管用 那个黑毛僵尸抓着衣服之后 当时就死死地抓住 把衣服脱出去 对着衣服一阵撕咬 我看扔衣服管用 直接给白毛僵尸也扔了一件衣裳 那白毛僵尸两只爪子抓着衣服 然后用牙使劲地撕咬 我趁着他们撕咬衣服的时候 趁机移动了一下箱子 这一栋箱子 僵尸发现上当 赶紧扔下手里的衣裳 朝着箱子直接跳了过来 然后又拼命地撞击箱子 我看到箱子间的缝隙是越来越宽了 赶紧又扔了两件衣服出去 那两个僵尸没有脑子 不知道上当呀 两个僵尸开始撕扯 抢夺那件衣服 也许是衣服上的汗臭味 惹得僵尸抢夺 抓住我扔过去的衣服 赶紧在那里啃了解 箱子里的衣服救了我的命 不过箱子里的衣服有限 三更半夜的 还不知道天什么时候亮 我一扔完了衣服 天还不亮的话 那我就完蛋了 我得想办法保命 对付僵尸的办法有很多 可用的时候 感觉哪些办法都没有什么用啊 由于我主要的是找师傅 没有随身带什么法技 弑手空拳呢 根本就对付不了僵尸 如果门开着 只有一个僵尸的话 我逃跑还有希望 可是门锁着 两个僵尸虎视眈眈的盯着 我如果出去的话 那就是送死了 我一边扔衣服 一边想脱身的办法 就在这时 我灵机一动 想到了办法 我把箱子稍微的 朝门的方向移动了一些 然后准备咬舌头 当然了 我不是咬舌自杀 而是用舌尖血 对付僵尸 咬舌头可是真疼啊 吃饭的时候 如果不小心咬破了舌头 会疼很长时间的 如果想咬出血 那样的话会更疼 我试了几下 怕舌头疼 都没舍得咬下去 这时僵尸又上来了 而木箱子里的衣服 就只剩下两件衣裳了 咬舌头再疼 也不会要命 而那两个僵尸 却能要命 我狠狠心 咬破舌尖 一股剧痛袭来 直接上了脑门 剧痛几乎让我晕厥 但接着 让我更加清醒 我咬破舌尖之后 并没有把血吐出来 而是在嘴里含着 这时僵尸又上来 我把最后两件 扔向了僵尸 幸亏僵尸没有智慧 把衣服扔给他们之后 他们依然上当 抱着衣服在哪里啃呢 两个僵尸 啃咬衣服的时候 我趁机 从僵尸破坏的窟窿里 站起了身子 抱着箱子 使劲地朝门上撞去 当然 我不会傻到 自己撞门自尽的 当箱子撞到门的时候 我攒了一嘴的鲜血 一下子吐了出去 那一大口血 都吐在了门上 把门染红了一大片 这时的僵尸 已经闻到了鲜血的味道 他们扔掉了 爪子上的衣服 嗷嗷地吼叫着 朝门而来 我一看成功了 赶紧地身子一缩 把自己缩在了箱子里 朝旁边一动 让开了门的位置 给僵尸造成了 我已经跑了的假象 那两个僵尸 献了鲜血 哪还能顾得上我呀 他们跳跃着 朝门上扑了过去 使劲地用爪子 抓着门上的鲜血 抓不破就用牙咬 咬不动就使劲地撞 僵尸发起狠来 那实在是太可怕 那屋门用的木头不厚 虽然能挡住我 但是挡不住两个僵尸呀 两个僵尸一用力 一下子把门给撞开了 两个僵尸撞开门之后 以为我出去了 嗷嗷叫着跳到了院子 然后在雨水中 朝着黑暗处跳去 我知道这时我还不安全 因为僵尸随时都能再回来 我得赶紧离开屋里 想到这里我赶紧出了箱子 撒腿就往外边跑 那个院子不算大 也不算小 不过我是第一次来 对院子不是很熟悉 黑夜里 我只能朝瓦房那里跑 我想老头和他儿子 肯定是住在瓦房里 我得喊他们救命呀 我一边跑 一边四处张望僵尸的踪迹 刚下完雨 走在路上稀里哗啦的 我正跑着呢 忽然背后传来一跳动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 只见是那两个僵尸人 两个僵尸 一个眼睛放着绿光 一个眼睛放着红光 在黑夜里特别的下 我吓得赶紧朝瓦房的方向跑 那两个僵尸看我往瓦房跑 就跳跃着朝我追了过来 我一口气跑到了瓦房前 发现瓦房里有灯光亮着 老头和他儿子也许还没睡觉 于是我一边跑 一边大喊 有僵尸快救命啊 我不喊还好 一喊 屋里的灯 当时就灭了 我看见灯灭了 心里先是一愣 不知道屋里的灯 为什么会灭呀 不过事情已经容不得我多想 僵尸已经从后面追上来 我赶紧三步并坐两步 跑到了瓦房的门前 使劲地敲着门 一边敲一边喊着救命 可里边的老头和他的儿子 两个人如同死了一般 无论我怎么喊 就是不答应 眼看着后面的僵尸就快要追上来 想叫开门已经没有指望 于是直接朝门上踹了两脚 问候了一遍老头十八代 然后撒腿就跑 那两个僵尸可不是吃素的 我要是不跑的话 小命可就没了 我在院子里跑 僵尸在后面追 开始的时候呢 我拐着弯跑 僵尸一时半会儿还追不上我 别看僵尸跳得快 可转弯慢呢 我利用这个 僵尸还追不上我 可时间一长 我就不行了 跑步跑得肺都炸了 我扶着一棵树 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 我人胖跑起来费劲呢 当时整个的人都喘得不行了 扶着大树才喘了几口气 两个僵尸就吼叫着追过来 晚上看僵尸 远一点就只能看见僵尸的四只眼睛 耳朵里是跳动杂地的声音 让人心里产生一种恐惧 我本来狂跳的心竟然随着僵尸的脚步跳动起来 别看僵尸离得我有点远 可他们蹦的速度很快 转眼间就到了我的跟前 他们张着大嘴 伸着僵尸爪 直接朝我扑了滚 我在僵尸的眼里 就是一顿美餐 这僵尸可是极度危险的东西 不管是抓着还是咬着 都是能要人命的 我赶紧地闪到树后 别看我怕 逃命的本事还是有的 第三百一十七集 那两个僵尸看抓不到我 嗓子的呼啸声更响 伸着爪子朝我迅速地抓过来 一下快死一下 我只好围着树转悠了 幸好两个僵尸只是跳跃得快 但是转弯慢 一时还追不上我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躲到天亮了 可僵尸接下来的举动 让我变得危险了起来 本来僵尸在一个方向追我呢 我可以从容不迫地跑 可这时两个僵尸开始分头追我了 我哪能吃亏呀 转身朝着另一棵树跑过去了 两个僵尸本来十拿九稳地抓到我 可我这一跑 两个僵尸抱在一起 互相撕摇起来 我的前面是一棵歪脖的树 我趁着两个僵尸撕咬的功夫爬到了树上 然后爬在一个分叉的树枝上 朝僵尸吐了一口唾 我的舌头受伤了 唾沫里有人血 僵尸闻见了血腥味 马上就不撕咬对方了 而是朝树下奔了过来 僵尸是不会爬树的 也不会抬头乱看 他们到了树前看不到我的身影 就用鼻子在那里使劲地嗅 寻找我的气息 然后就开始在树下疯狂地蹦着 围着树找我 我看到两个僵尸在树下蹦着 根本就不知道我在他们头顶上 我一时心血来潮 开始在那里斗僵尸了 过一会儿就吐一口唾沫 那两个僵尸只要一闻见 我吐沫里的血腥味 就会疯狂地跳一阵 在他们的眼里 真的只有鲜血 他们只会为人血疯狂 我用吐沫引着两个僵尸 在树下转悠了一阵 已经不觉得僵尸可怕 只觉得僵尸好玩 这时传来了一声响亮的鸡叫声 两个僵尸顿时慌张了起来 互相嗅了嗅 然后转身往回跳 这时鸡叫声此起彼伏 僵尸更加害怕 加快了跳跃的速度 一会儿的功夫就不见了 看着僵尸走后 我的心才放下来 知道鸡叫之后 僵尸就不会出来了 我在树上活动了一下 发现自己的衣服紧紧的贴在身上 都已经湿透了 不知道是汗水 还是树上的雨水 危险没有了 我在树上有点得意忘形 怕在树叉上不舒服 我就想活动一下 不过呀 由于一时得意 忘了自己的体重 动作过 忽然树上 歌姿有声 我心想不好 树枝承受不如我一个胖子的重量 这时想再转身 已经晚了 树枝咔嚓一下子断开 我整个的人结结实实的摔在了地上 当时就把我摔晕过去 不知道什么时间 我晕晕乎乎的醒过来 当我醒过来之后呢 发现自己还趴在地上 脸着着地 眼前一片漆黑 我刚要起身 这时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 爹 都是你 那个胖子叫门晚上不让我开门 这回 人让鬼害死了 咱们怎么办啊 哎 你个傻儿子 没听见他还有僵尸吗 我早就从窗户里看见了 黑夜里有一个红眼的 一个绿眼的 两个僵尸追那个胖子 你昨天晚上要是开门的话 今天死的就会是咱们俩 我可听老人说过 僵尸浑身生毛 面目猙獰可怕 不认亲疏 只知恼喝血 而且力大无穷 这胖子也是自己该死 我不让他住 他不听 非要住在咱们家 一会儿到公社 看看这个人有没有主 没有主的话 咱们就拖到乱葬岗 埋了就行了 我听老头要把我 埋在乱葬岗子里 就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 大叫道 不能嘛 胖爷我活得好好的 我这猛然爬起来 可把老头和他儿子 老二吓坏了 老头吓得一屁股蹲在那里 老二吓得转身赶紧就跑了 我大叫道 你们跑啥 胖爷我不是鬼 是人 你们别害怕呀 我这么一说 那个老二才没有跑 鬼神惊恐地看着我 而那个老头指着我 结结巴巴地说 你 你 你没有死 废话 你死了 我胖爷都死不了 鬼白天 能活动吗 你说你这个老头 良心大大的坏了 我昨天晚上被你儿子 儿子媳妇追得满院子跑 让你开门救命 你倒好 故意不开门 我要是死了 第一个就去找你这个良心坏的老头 老头赶紧陪李道 哎呀 小伙子我对不起你 昨天晚上 我看见一个红眼的 一个绿眼的僵尸追你 当时我就害怕 害怕僵尸 咬死我们爷俩 才没有敢给你开门呢 你住我们家的时候 可是说过 自己的本领大 不怕那些要挟 所以我们觉得 你是有本事的人 对付那两个僵尸 自然是不在话下 老头这么说呀 明着是夸我 暗中是损我 我尴尬的咳嗽了几声 然后说 那个 那个大爷你说的对啊 我确实不怕僵尸 昨天的那两个僵尸啊 就是我做法撵走的 我告诉你们 幸亏计较 他们侥幸逃脱 要是再玩一会儿 我就用我的道法 收服他们了 哼 不过 他们跑不得了 和尚跑不了妙 白天一定回到 那两具棺材里 我一会儿就收服了他们 老头和老二 听我这么一吹牛 赶紧对我佩服的 五体投地 我不会告诉他们 我这些是吹牛的了 当时看见两个僵尸 还吓尿了裤子 我装大尾巴狼 把自己的身价抬高 居高零下地问道 大爷啊 你们家究竟有什么事 以前屋子里居然有两个僵尸 难道你这养殖场 是专门养僵尸的不成 老头一听赶紧说 哎呀这这怎么可能啊 僵尸虽然不是鬼 但和鬼没有什么两样啊 我们就是养狗熊 也不会养僵尸呀 那两个僵尸是 我的儿子和儿媳妇 我只知道他们死后 阴魂不散 可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会变成僵尸骇人 要是知道他们会变僵尸骇人的话 我绝对不会让您住在那两间仓库里呀 我善于察言观色 看老头的样子不像是说谎 应该说的是实话 今天看老头没有了昨天那种死气沉沉的样子 他和一个乡下的小老头没啥两样 于是呢我就问老头 他儿子和儿媳妇是咋回事 老头叹了一口气 蹲在地上拿出了烟袋 巴唧巴唧地抽了一袋烟 然后磕了磕烟袋锅 然后才慢慢地说起了 儿子和儿媳妇的事 我一听心情沉重 那一堆棺材里 放着一堆苦命的鸢鸯 老头慢腾腾地说 事情啊 是这个样子的 我有两个儿子 棺材里的是大儿子 现在的木头割的是二儿子 虽然他们两个是一母所生 但老大有本事 知道发家致富 而老二呢 就知道出力干活 这个养鸡场 就是老大剑 由于怕积温 他就把养殖场 建于这田野之中 由于儿子能感 是远近闻明的能人 提亲的都踏破门槛 可儿子谁也看不上 他早和自己的同学好上了 儿子名声在外 到了同学的家里提亲 没有丝毫的阻碍 这亲就提成了 一年前小两口结婚了 他们两个是郎才女貌 恩恩爱爱 惹来无数人的羡慕 用树上的话说 那就是乐则同乐 优则同优 生同心死同血 感情好得不得了 我们一家人过得 其乐融融 小日子也红红火火的 可天有不测风云 本来红红火火的日子 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打破了 儿子和儿媳妇他们 追求新生活 跟着城里人学吃野菜 我们老年人早就吃够了野菜了 所以对他们十分的不了解 几次的说儿子儿媳妇他们 可他们说我是老思想 现在改革开放了 我的思想也得开放 我说不过儿子 就任由他们去 儿子有一次进山 说是采来金银花 熬着喝可以清热解毒 我听他们说是金银花呢 也就没有当回事 那金银花确实是药材 儿子熬好了金银花茶 加上冰糖 自己先喝了一些 然后就准备给自己的媳妇喝 我没想到 儿子喝完之后 忽然腹部脚痛 口吐白抹 全身痙磷 像是中毒了 我赶紧地把儿子往医院送 可是送到医院的时候 儿子就中毒身亡了 我赶紧地把儿子往医院抹 我赶紧地把儿子往医院抹